今天有观众说要做一下这样子的一个模型 那我就做一下 但是我没有尺寸就这么一张图 那我就照这个来大概的画一下 那还是一样 先打开一下 打开完以后还是按PASS 那我点OK 那没有尺寸那我们就画得比较随意一点 那点我们的优势图 优势图以后那 一样画个圆形 圆形工具 然后标注一下 标注一下我们 直径给它设定为40 因为这个我随手画 好那个然后再回去那个 那我们这时候退出 保存这个草图嘛 这时候选那个Front 就是前视图 前视图一样点我们的草图 那现在我们进入前视图的区域了 这个区域一样 那我们零零点 直接这么点下去 然后再来一条直线 那进来到直线 我们随便选一下 选那个 先给它选EQUO 就是那个相等 相等再下来 我们选这个线的长度 我们选 100吧 那就 呃 然后再倒个圆角 倒个圆角呢 是 呃 这个 我们来倒 40 40有点大的 我们来 30吧 30应该差不多 好 那 这个 那我们这时候大概一个雏形就出来了 那我们回去图片看一下 图片是这样子 那 这两个部分 我估计大家都画还是比较简单的嘛 最难画其实这三个 那我们快速的 顺便把螺纹给大家讲一讲 怎么去做这个螺纹 那做螺纹其实 呃 很简单 那我们还是先把这个方样 平常不会这样子转弯 但是你们直接上就可以了 而且 那一个 下来 就是 这个 我们点一下这个 然后呢 点 第一开始我们点那一个 需要那个方样的一个 圆形 就是那个直径 那你们看到 那在这里的话 根据你们需要的一个 呃 尺寸 然后选你们的螺丝 选了螺丝 然后选你们的 就螺丝的类型 以及螺丝尺寸 那这个东西其实画图里面 它是不需要标注的 它只需要说你 纸 最后的那个 什么 线图你纸 纸上你要哪一种规格就可以了 画肯定是不用画的 只是说这个就一个样子 那这时候我通常画 如果是为了外观的话 我会这样子 如果我 我现在不用offset 那它从这个圆形开始 我们来看一下 好 等一等 不好意思 ok 因为到这个转弯的地方 我们把它改短一点先 那记得超速这个范围一样 它是没办法导的 有这个问题存在 那就说这个直径 比如说这一次 我们刚刚100 然后40的圆角 就说它最多减一半 那就80 那我们这次给它改75到70 那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因为我们圆 圆角是给40 40的一半是20 那就是说 每一边的20 然后100的长度减20 那只要这个数低于79.999 那就ok了 那我们通常 罗文的时候我们挖了 你们会看到这里 就是一个不规整的一个形状 那我们画个规整的是 要怎么样呢 那我通常为了外观 的话就是单纯为了外观 这个对加工上面 没有任何帮助 先给大家说一下 我通常就会直接点一下 offset 就往前推 往前推的那个尺寸 你们可自己定 我默认是10 那它就往前推 那我们再来一遍看一下 那你看到 这个就规整很多了 那就 但是有个问题 这样子打完以后 你们不太容易找到 那个圆形在哪里 因为你们看到圆是偏了的 好 那这就是一个比较简单 画螺纹 就是这样子一个方法 其实就只有一个功能 就是它是一个功能 那你只要画的时候 保证它垂直就可以了 这个东西它是直 就能打螺纹 好了 还是要offset offset的时候 那你看它每次这个 往上走嘛 那我们把方向相反 你看到它就相反下去 好 那大概就是这样子了 那螺纹地方大概这样子了 那我们回去图 这个的话它不是螺纹画的 等会再讲讲这个是怎么画出来的 那只是说 顺便把螺纹给讲一讲 那 然后对 这样子比较方便一点 好 这时候点我们的前世图 sketch 然后再点圆形工具 圆形工具 随便一个地方画个圆 那我们要做什么呢 把这个圆 选向这个 这根线 内测这个线 我们选择同心 左边的同心圆 然后再选择Eco 相等 然后这个圆 我们只需要给它选一个 for construction 就把它变成一个结构线 那基本上就OK了 那我们就有一个参考的一个点 好 那这个参考点 我们出来以后 我们还需要在一个前世图上面 前世图上面 选一个 选一个 我们直接选结构线 然后一样 好 那随便拉一条线 这个线 我们等会再来数 这个线 我们选择这边这个 外围的这个圆 圆镜 点一下 线的一个点 end 就是它的一个端点 然后 这个 我们选择B进 B进 B进以后呢 我们再来给它 加一个角度 为什么呢 我们回去读看一下 那这个肯定是斜式什么 45度的 这两个它是偏移出来的 好 那继续我们下来 呃 好 45度 那这样子保证就是 我们中间那个线已经出来的嘛 那我们就先来 呃 我们先来那个 好 那这样子只是方便我们去找点而已 然后我们这时候再来前世图 再来点一遍 超图 对 前面这个你可以 其实可以一开始跳到这里 但是我那个 步骤想展示的清楚一点 对 好 那个这根线就随意了 那你们选择 刚刚那根结构线 选择那个 continion 对 呃 就是一个 呃 相近 相近的话就是说 那这个线就出来了 这个点长短没有关系 我们不用管它 好 然后再下来还是一个前世图 我们选择 sketch sketch的时候 我们选 project curve project curve 首先选择我们刚刚画的那条线 只有实性键 不是结构线 再选择这个面 那你看到它投影上去了 那这个投影不能bunch 能不能整个圈这个 我没有研究过 但这个有方法可以解决 就是说 呃 不一定要投完整个圈 反正都能画出来 就不要在意这个 不是很重要的细节啊 好 那这时候我们这个线 就已经出来了嘛 对吧 这个就是这个半圆形 我们已经贴上去了嘛 贴上去这时候 需要设定一个基准面 基准面是怎么样呢 我们来 那一个 先选上这根线 好 那这根线已经出来了 那我们就点勾 那我们要的一个 还是要选一个基准面 可以 那我们再随便给它 选一个基准面吧 这个不对 反正就是要刚刚那个基准面 比较平的啊 这个平的就可以了 它是怎么样 没关系 反正就是我们要设定一个 我们需要的面 那设定好 以后 我们Ctrl加8 Ctrl加8回来以后吧 我们就 弄一个方形 我们 我们不能用方形 我们就这样子画一个 对 因为我们这个不是一个 是一个斜的方形 所以它没办法说 所以它没办法说 我们去 因为正常方形 会有这个 horisontal和Retical 那我们没办法 我们只是 需要它是一个直角 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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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这时候还是要给它标注好 好 标注好以后 那这时候 我们需要 那个 把它跟这根结构线 平行Panel Panel 以后我们选一下这个点 再选一下这个线 Constant 对 也是一样 逼近的意思 那这两根线 需要你们后期自己去调整的 那我就 主要是讲这个方法 它是怎么画出来的 然后这个地方 你们可以去标注一个尺寸 那我们给它一个 30吧 好吧 30 30有点大了 我们给一个 5吧 给一个5 行 差不多 然后这时候 你们看需不需要 那你们可以是说 给它一个这样子的 一个标注尺寸 就距离尺寸 就把这个数字弄好看一点 什么的 我想它在里面一点 然后在里面一点 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这个尺寸 你们后面再自己去调 调完以后呢 那我们的一个 其实你们应该就能 大概很看懂了 应该怎么去画啊 好 然后一样 我们去把这个给放样出来 放出来 记得注意它的地方 Option吧 应该是对 不要把它一个合并 Match Result 就是取消掉 好 打勾完以后 那这个我们就画出来了 对不对 画出来以后 然后呢 我们就这样子 这个线 我们去进行一个 环形阵列 环形阵列 好 不能选 我们选上这个地方 好像 不太能选上 没有关系 我们有别的方法补救 就是这样子 Surface Extend Surface 我们就选一个 Middle Plane 然后 不好意思 我知道什么原因呢 好 我们要选择 因为那个是结构线 所以不能拿来做 那个模型编辑 不好意思 这一点我搞错了 我们再选择一次这条线 然后再选择convert 结构线就方便自己去定位 那我们这一次再试一下 那个 环形阵列行不行 那有时候碰到这种小问题的话 有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解决 那 那就只能说找别的方法 这样是比较好的 那现在 又不能选上 那还是要把这个面 我们去把这个面给延伸出来 Middle Plane OK The Sketch has no OK 没有关系 我们再 这时候再给它改一下这个线 不好意思 因为 我们就 换个方法 这个圆 这个圆把它改小 改小一点 那我们 改成另外一种方法去标注 同心圆 那这个圆它大小无所谓 反正同心就可以 我们保证中心点是对就可以 这次应该没问题了吧 啊对 够难了 好 那就OK 抽取是结构 先看就不太行 那现在OK就可以了 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影响 好 那这时候我们就这样 我们进行一个环形正面 那角度这个我就随便打了 一样选择上面一个旋转中心 选择了这个Body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用实体 好那这样子一个就出来了 再设成两个 一不一口也没有差别 因为我们不是360度 或者90度这类的 那我就随便选个15度吧 好 然后15度以后 然后因为我们本身就没有合并 那我们这就没有那个 取消和就合并的那个选项 就Mesh Solid的那个选项 好那第一个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来选第二个 我们就再重复做一遍这个步骤 环形正面再来一遍 然后再来选择这个圆形 再来选择这个Body 那这时候它还是这个方向 我们怎么办 点一下这个选择的方向 对它就 复制过去那就OK了 好那这时候这个就OK了嘛 我们可以 有些强迫生的同学可以这样子 Delete或者Keep Body 我不知道这个 我不知道Surface可不可以 Surface也可以行 因为有时候Body它是定义是实体嘛 Surface定义是面 有时候就不太行 好那这时候我们选择一个Mirror Mirror以后 随便选我们刚刚设定这个面 Body 1 2 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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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2 2 3 2 3 3 2 3 2 3 2 3 3 3 4 5 3 3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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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这样子吧,我们先把这个圆给放出来,看下太小了,我们再回去 草图那边去调整一下 OK,前面这个圆太大,转不过去,那简单呢,我们会去改一下 草图改小一点,那就稍微这样子缩小一点 缩小一点,然后呢,就是 要 我们这个圆形再选择这个 诶,还是不行吗?原因呢? 看起来 行吧,那给他,还是给他一个Fully Defy吧,这样子 是吧 这边也是我们给他一个Fully Defy 这两条只会给他一个同一程度 不知道,好像我前面,我忘记前面有没有给了 有没有给了,不好意思 然后这个圆形可能 这个圆角可能不够大,我们再给他一个大一点的圆角 嗯,三十吧,三十笔应该可以了 这么大圆角 好,那这次应该是可以放养了 OK 好,可以了 好,那个是怎么去做的 那个是这里有一个 看到了吧 一个小堂皇 堂皇以后,我们选择这个面 然后呢,我们选择这个面 不好意思啊 我们回学一下 我们Sketch 看一下 啊,不对 Feature 选择一下这个小堂皇 哦,OK 选择这个 Slab plane 那这个是对的 然后呢,我们需要这样子 拿这个圆 然后呢 再这样子 OK OK 那看到了 我们推出草度它就会出来了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 我们 我们想要多几个Revolution 它Revolution指的是几个Term 就转几个圈 那我想要五个 五个 那十二的 它是 说那个 这两个的一个间距 那我们改成五 你会看一下 对,说了一下 那我们 我们就大概画一下 这样子可以吧 好,那这个OK了以后 我们再来 这个 你想外面转出 记得找好那个 一开始 起始点在哪 那像这个的起始点 我照看应该是在这里 那我们选择 Top plane 我们选 啊不,Top 对对对 那应该是在这个地方了 因为有时候 看好 因为它 哪里开始 它哪里开始 哪里结束 你只要在那边 相对的面 那个要画个这样子的场图 然后 一样呗 那我们就 画一个 平行四边行 OK 一样 然后呢 再下来 我们选择 2吧 这里也是 我们给它一个Fully Defy吧 反正 不差那点时间了 我尽量把那个 课程时间尽量压紧 让你们最快的速度去理解到 好 高度 这边也是 一样 那有时候你们不放心的 你们可以 呃可以怎么样了 呃这样子 吧 你们有时候不放心 就有时候他有时候默认 就是说同 一个同一个面上 他有时候默认不了 那你们 比较好的方法是怎么样 那我可以 我们可以这样子 iPad 点错 然后 我们需要 对 这边这条线 然后 你可选这个点 这样子 0.1 然后 对 那我们这边改成 呃 1.1 这样子 都可以 好 那这样子就OK了 然后这时候就需要回去那个实体 然后选择Sketch file 那他默认已经选了 这时候直接选这个楼纹 诶 我们用的是减法 加法也是同样方法去做 工具不一样 好 那这个小楼纹其实就完成了 图片这个就是这么画的 它是用一个三角 能看到吗 三角 那看到这个所谓的session 或者session view 那你基本上就知道了 好 那整个视频大概这样子了 有什么问题 那个上面给我留言 或者客家微信 问题如果不大 我就微信拍个短视频 直接给你 像这个的话 不要麻烦 就需要拍视频了 顺便给别的观众学习一下 好 那就接到这里 接个家